大家好 我是來自高雄的Jenry Red 然後因為是姊姊前一年就有來參加過這個營隊 所以媽媽就幫我報名了 然後結果一踏進那個教室就發現說 哇 怎麼就只有兩個男生 然後就是感覺就是一開始壓力就真的很大 因為要在一群不認識的 然後又是女生的面前要這樣侃侃而談 就是覺得有一點不太適應 但是那個講師跟主播都是很照顧我們 然後就是在我們表演完之後 也會給一些很實體然後很可靠的建議 然後就是很推薦一些像是升高中 或是大學的人來參加這個營隊 因為對未來真的很有幫助 就是可以學到很多有關演講啊 說話啊等的技巧 然後我也對就是在上台就是感到比較輕鬆自在 然後在異性前面的表現也是不會那麼的 在那麼的緊張 然後上台主播報新聞 第一次講的也是不錯 然後第二次是前面就真的很順 但是到最後就是不小心出了一點失誤 就是鞠躬不小心鞠躬 然後就一點點小失誤 但是我覺得這應該是真的非常充實 好 謝謝 今天就成功了